主席好,我邀請林部長 請林部長 部長好 委員好 部長這段時間非常辛苦 剛剛幾位委員都有提到 疫情衝擊,觀光很嚴重 所以我們說觀光,不是產業變成產業 不過我對部長還是有信心 我知道部長應該會想盡辦法把這個問題給解決 那我今天的主要的關注的重點 還是在於我們現在 就是國內的口罩 其實產能逐漸提升之後 我們政府也做了很多的改進了 現在口罩3.0上路等等了 比較沒有問題 那我們4月9號開始 可以讓我們國人 寄口罩給在海外的家人 可是郵局也有統計說 大概有111個國家跟地區拒收 所以就算家人想寄 還是有很多的問題存在 所以僑委會 這邊我大概做一些背景的介紹了 僑委會說現在我們大概有200萬僑民需要口罩 在4月16號是希望能夠有160萬片口罩 可是我們大概只送了 不多啦 4月17號有5萬片醫療口罩 然後其他的大概就是不口罩 那我們現在又看到這兩天的消息 其實這個疫情 台灣算是衝擊最小了 感謝我們政府跟各個部會 跟全國人民的團結 能夠有效的控制 可是現在確診的案例在歐美 歐美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就這樣短短兩個小時 全球就已經新增 將近3萬個確診案例 死亡就將近又多了200個 所以我們台灣人是需要幫忙的 我談了這麼多 其實想要請教部長 華航跟長榮 我們現在全球一共有多少航線 有多少個航點 航點 我要請同仁提供一下 應該是 如果全部加起來 我想應該是 近百個航點應該是有 近百個航點對不對 所以 其實我們知道航空業 也受到很嚴重的衝擊 所以這也應該是 部長現在很頭痛 想要幫他們紓困的主要的標的之一 對不對 最近進行的還算順利 對於這個大型航空公司 透過我們的融資的信用擔保 利息補接 大體上都已經 就是跟銀行團已經談好 這幾天會簽約 非常好 但是我就想到了 我們有沒有可能 因為我在這幾天的報紙上面 也看到 這個左邊的這張圖示 其實是長榮航空 不做人了 全部都是裝著我們的口罩 然後當然我們的口罩 國際盃的 打國際盃的 到各國到各地去的 也是有華航的飛機載運的 我們有沒有機會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這個特殊 就是特別條例裡面 其實 不是只有紓困 還有振興 有沒有可能 可以請華航或長榮 也可以專門做這些 醫療物資 口罩等等的 類似像口罩專機 然後經營貨運店 貨運行 有沒有可能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其實這涉及到國際物流 他讓那個市場 也會反映價格 那當然要靠華航長榮 直接所謂的航點 其實還是涉及到 到的這個機場之後 他的配送 對 那這個系統 才是現在遇到的困難 因為有一些可能封城啊 等等 那當然也有一些 國際的大型的這些物流 就是遞送的公司 他們有一些通路 所以是不是如果 因為到底這個 如果緊急 很需要的地方 怎麼樣去藉由我們 這樣的一個合作 那另外也有台商會 在當地 他們的人脈也非常的好 所以配合我們的外館 當然有一些地方是有 做為一個區域 來做為第二波的配送 所以我們只能夠到達一個機場 真的再下去的配送 還是要透過 這種國際物流的網路 部長 其實因為我們都 都在國外求學跟工作過 我們都知道 其實像現在長榮或華航 他們也有機上購的服務 那你到定點之後 他們還是會有配送 我只是把這個 請部長去思考去規劃 在過去這一個月來 其實我在對交通部的質詢裡面 有提到有幾個 我覺得疫期不應該是法律假期 也不應該是公安 跟蕭安跟交安的法律假期 那這是我們這個高雄 高雄消防局在2月13號 他所發生的慘重的車禍 那跟我們整個這個 這個警銷的特殊的車輛 在通過的時候安全的這個標誌有關係 沒有 所以我們有沒有辦法 我當時有提出 是能不能請道安 或是去演你 應用智慧型交通控制技術 來改善這些警備車輛的 那麼同時我們有一次是 剛好是王文謝副部長 他高零駕車 然後他自撞身亡了 那我們對於交安 我聽我的學生告訴我 交通警察告訴我說 台灣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的考照是 考一次終身有效 那這樣子安全嗎 所以對於這些高零駕駛人的 我們要不要 要不要再來 那我們警察的職情 其實犧牲很多 那我們有很多的 就是罰單的收入等等的 能不能回饋到 回饋到整個改善警察 尤其在交通執法上面的安全 以及其實我們的交通安全教育 能不能把它入法 強制執行 這些本席都提過了 交通部不知道有沒有 沒有人跟部長 部長來做這個報告 我很希望部長能夠 能夠幫我盯這一點 因為這個都是對台灣的未來 是有關係的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我們所見略同 我在主持道安會的時候 我就是希望說 我們這些罰款都是因為違規取締 那照理講應該 有一定比例用在道安 還有保障像執法人員 那我是也建議立法院 其實也可以做成一個 審查總預算的時候附帶決議 因為前進的國庫要再出來很困難 是我們的單單我們道安會 一年現在預算已經縮到 只有兩三億 以前還有五六億以上 那又地方政府也要 要去分配 所以說實在我覺得人命無價 那大家如果能夠 讓我們的道安相關的預算 我是認為應該要有十億元 至少 就是說以回到過去大概 七八億那個數字以上 我覺得這個現在的 道安的這個需要的預算 剛剛委員提到從這些 違規的罰金裡面 罰款來辦理 我是非常支持 希望一起來推動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趙偉 謝謝 現在